关于23条立法 本质其实是国家安全 所以我会认为 李家超政府做好自己的功课 都好 都要等中央发落 何时启动 如何启动 如何安排部署 整件事由起到终点 整个过程 我相信有很多的考量 很多的部署 特区政府要配合中央的态度 看法 所以在今时今日 尽管有很多风声放出来 就说会在农历年前 就会启动咨询 总之这个立法年度 就会完成这件事 或者今年之内 就要完成这件事 但只是讲了一个 很阔的时间的框架 但里面的内容 如何咨询 可以如何表达不同的意见 有没有调价的空间 实际的来人会特别 会邀请不同的团体 给大家意见 去有没有公庆会 这些呢 似乎到现在这一刻 我们都在这 在那尝试了解多一点 那这也都可以反映出来什么呢 就是说整件事到最后 都不是完全可以百分之一百 由李家超或者政府是主导的 中央或者北京不同的部位 是有很多的参与在里面 那至于今天李家超可以在立法会讲到的呢 譬如说为了要回应一些他期待中的负面的评价 反驳 可能借助23条会挑剔政府的表现 这些呢 他就要做好准备功夫了 那类似呢 就好像他感受到风雨欲来 可能那风呢 会打得很大 那所以呢 就要做好应变的措施 那也都要呢 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呢 来到去中和这些的负评 或者他认为是接受不了的一些的意见 那似乎想接起衣服就准备吵架的了 反驳嘛 那所以他似乎是用一种几凶神恶杀的取态 那就要先升夺人的方法呢 来对想尝试去告诉大家 你什么意见都好呢 你要考虑清楚才好表达 特别是负面的意见 批评的意见 你想清楚 为什么包装好他 才不会让我认为 是必须要 是要很快要 应变地 反驳的这种的言论 那这种的所谓 23条的咨询 以这个这样的姿态 作为一个第一波 或者第一击出击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都可以想象得到 来近日子 都会有什么叫做 商讨的空间 或者让步的机会 去找到一个人的身材 是可以抓到一个人的身材 以及是在那边 成立的身材 是要有什么意思的 还是要有什么意思的 对你来说 是对你来说 那么快要不想象律 是对你来说